行政長官曾蔭權懷疑接受富豪款待 許氏仁涉嫌收受利益被廉署調查 政府高層涉貪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華覺得痛心 香港的公務體系仍然是非常廉潔的一個隊伍 只是有很少數人偏離了這個軌跡 雖然我不擔心香港變成一個不廉潔的社會 但我們就要很警惕 用我們最大的努力在我們的隊伍裡面 剔走這些受不住誘惑的個別人士 他期望新政府將所有高官 納入管制貪污和收受利益的法規中 另外林超英在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競選期間 曾經就環保政綱提供意見 不過他說無意加入新政府 我是一個退休的人 在中國古代來說是在野的人 我不會再參加任何工作 我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提下意見 或者寫下投訴信給政府部門 之類之類 他又認為梁振英有政治領袖的感染力 相信能夠團結各界落實政綱 同時希望他繼續關注基層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